訊息和討論的主題是因為我們侍奉的尊貴 而不讓情緒或人影響 因為我們想提升 生命想提升 一定是我們不讓人影響 心裏平穩安靜 我們首先讀啟示六十九章七節 我們要歡喜快樂 將榮耀歸及他 因為高揚分取的時候度了 辛苦也自己預備好了 就蒙恩德川光明結白的世華矣 者世華矣就是聖徒所行的矣 這個括弧的意思不是外加的 是聖經本來有的 不過它為何用括弧呢 因為它好像解釋那樣東西 它就加一個括弧 其實經原文是有的 這裡講到一個很特別的時候 就是高揚分取的時候 就是高揚和教會分取的時候 我們就是和耶穌合一 這個分取就不是普通結婚 普通結婚是有性關係的 但是和耶穌是沒有的 是靈裡面的合一 然後我們就蒙恩德川光明結白的世華矣 而這個世華矣就是聖徒所行的矣 聖徒所行的矣 是什麼意思呢 做耶穌想他們做的事 是的 耶穌分配我們所做的事 又包括我們的事奉 我們所有為神做的事 將來我們就是穿著這件世蠻衣 但聖徒也有講到另一件異袍的 是什麼異袍 那些是什麼異袍 大家知不知道 在《以賽書》六十一章十節那裡有講到的 就是我因爺華大大歡喜 我要靠神快樂 因爲它以拯救為依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補給我披上 好在新郎戴上華官 又在新婦佩戴裝飾 那裏所講的 因爲它以拯救為依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補給我披上 這裏是講了什麼呢 這是什麼補呢 神的公義 是的 神的公義 神的公義給我們什麼意思呢 即我們都能夠清義 是的 清義 你可不可以解釋清義 阿伯拉罕 她因爲信神 所以就被清義 不是因爲她做得不夠好 嗯 好 非常好 但是清義就是爲什麽解釋清義 我們本來都是烏衛大臣 她說我們因爲相信她 所以我們都能夠 好像很潔白那樣 嗯 OK 非常好 耶穌的救恩不單是赦淨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的罪 亦都是加上一件義圖 就是耶穌所行的義 行的義是什麽意思呢 就是祂所做一切好的遵從神的律法 這個義圖就會加在我們身上 所以我們就好似耶穌這麽光明這麽漂亮 就好似什麽呢 就好似新郎大上華官 新婦貝戴裝飾 以公義為復刻 我遷上 以公義為復刻我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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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穿著神的拯救和公義 就是除了無罪 還加上神的義圖 我用一個比喻 譬如有個殺人犯 有時內宗在香港比較少 外國有時候 總統宣佈他無罪釋放 譬如有個殺人犯 他無罪釋放 是否代表他變成一個原備的人 不是 他只是無罪釋放 其實他是一個 本身是罪犯 但他當他無罪 耶穌稱他們為復刻 不只是把我的罪拿走 不只是洗我的罪 而是把他的義圖加上 即是說 真是 將一個好的行為加他身實 在人來說是沒有這件事的 譬如說 他不能夠政府說 現在我當你做了很多公益的事 現在對全世界 有個國家做了很多好事 現在你身上都做了 是沒有這件事的 是耶穌做的 所以這就是基督的義圖 好了 但這一個經文 啟示錄十九章七節 講到這個是 我們另外有穿 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這樣的時候 我穿哪一件呢 兩件都有 非常好 兩件都有 即是我們有基督的義在我們身上 也都同時有我們所行的義 即是說 我們曾經幫助過人 傳福音 建立他靈命 帶他信主 鼓勵過他 安慰他 全部都會將來 在我們的義圖 那裏 即是會在我們這個 不是義圖 這是基督徒所行的義圖 這個細麻衣 全部都有 即是說呢 這個細麻衣 是不是人人一樣的呢 不一樣的 即是有些是靚一點的 在哥倫多詞書十五章內有講到 他說我們將來復活是怎樣的 保留就說 現在地上有地上的形體 天上有天上的形體 天上的形體有不同 有日月星 有日有日的榮光 月有月的榮光 星有星的榮光 我們將來復活都是這樣 這句很重要 我們將來復活都是這樣 即是將來我們會復活的時候 有些人就是入 有些人是月 有些是星 而有些星就是光點 有些是旺光 但耶穌也有講的 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 直到永遠 即是聖經是有不同經文講到 當我們使多人歸義 即是很多人歸從 跟從神的義 將來他會發光直到永遠 即是說 我們任何做在人的身上 耶穌講到我們的行為得上次 祂鼓勵我們 讓我們知道不難的 祂用了什麼話 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經常都講這句話 祂用什麼話 告訴我們 我們做任何小事 祂都一定永遠上次 一杯涼水 一杯涼水 都永遠上次 所以 我們是否應該珍惜任何機會 視乎神 但是那個心態就不是好像說 我做得夠不夠多呢 我做得夠不夠好呢 就是一種負面的批評 而是說 我有機會做 神就歡喜了 我又歡喜神的紀念 真是好得不得了 那這種心態呢 視乎就會輕散 被耶穌負責 因為耶穌說 我騙是容易 我淡是輕散的 是容易的 是輕散的 所以呢 我們做的時候 是做得… 你試試給幾個形容詞 是應該做得怎樣的心態呢 輕散 享受 享受 開心 開心 自然 自然 好 非常好 好了 我們加上另一個問題了 當有人擊傷我們的事 當有人聽話的時候 當有人攻擊的時候 當時委訪的時候 講閒話的時候 當有人特意去做些事 做些事不好的時候 那我們能不能夠一樣輕散 喜樂平安得力呢 沒有給它影響 是的 沒錯 不要給它影響 問題是怎樣不給它影響 我們今天就這樣了 既然我們的事奉這麼尊貴 是很尊貴的 所以我們會珍惜 我們… 馬丁路德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不會放棄 任何一個小的好行為 我不會為全世界 就算你將全世界跟我交換 我一個好行為 我都不敢交換 意思是 我為神所做是永存的 其實那個價值很重要 譬如說 如果有人送了 尼敦道 尼敦道大街所要的 那些店舖很貴 送一個店舖給你 很值錢 或者送半山區 一床屋給你 我們覺得很重要 但是神送給我們 永遠永遠的榮耀 賞賜和祝福 是不是很… 即是比尼敦道 或者半山區一個樓 是不是更加… 更加… 更加什麼? 正 聽不到 正 更加正 更加榮耀 更加美好 是… 真是… 我們去到天堂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 原來這麼好的 原來我所有做的事 因為耶穌答應了 所有做的事 就是那種永恆的好處 是這麼好的 而這個好呢 在《出埃及記33章》 有講到就是 《摩西求見神的榮耀》 然後呢 因為有些人說 大些榮耀 你會怎樣 你好像日的榮耀 我是小星仔 我會小光一點 但在《出埃及記33章》 講到就是 《摩西求見神的榮耀》 但是神答他 我要將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 但後來又講榮耀 他說呢 我將你放在岩石穴那裡 我的榮耀經過 接著後來講 榮耀經過的時候 我用一手遮住你 接著我放開手 你就看到我後面的榮耀 所以他又講榮耀 第一 接著又講恩慈 即是神的榮耀 是帶了祂的恩慈 帶了祂的愛 所以我們將來去到天堂 不只是很大 即是如果很忠心事共神 不是單止是大光 大榮耀 是大慈愛 即是個個都會經歷到神的愛 不過那時候的愛 是有程度的 即是跟神的關係都有程度 神的榮光在我們身上有程度 那大家會不會說 我真的很羨慕 真的很想 因為我們現在幾十年而已 對不對 其實我們已經是最年輕的人 已經過了人生的四分之下 四分之左右 左右 我就應該超過一半 又多了 我們每一個都不同 好了 當我們想到 其實人生真的很快 我們在路途之中 有些人傷害我們 有些人擊殺我們 不過那些事情是否重要呢 是否重要 不過往往又會受影響 所以我們今天會想一下 如何不受影響 我們現在看看二塞書五十一章十二節 我們一齊讀一下 唯有我 是安慰你們的 你是誰 警靠那必死的人 怕那要變如草的世人 卻忘記鋪張諸天 立定地基 創造你的謠話 又因欺壓者 欺壓者逃謀毀滅 要法的暴露 整天害怕 其實那欺壓者 即暴露在那裡 這裡說到 神首先是安慰我們的神 祂會幫我們 會幫我們 平息我們的傷心 受傷害 當我們親近祂 我們親近祂 我們親近祂 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真是人馬上會鬆 兩方面 一種親近神的平安 第二就是 處理生命 我不需要介意 因為根據聖經的教導 他們是必死的人 他們不會拿走我們的神 神給我們的恩典 最後的經文第四 我都可以看看 詩篇118天 有優惠幫助我 我必不懲怕 人能保護我 就是這樣 神幫我 我不用怕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為甚麼原因 為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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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覺得 人類不傷害我 他們不能搞到我 但呢 往往很多人 事奉 是被他搞到的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事奉 請起 影響 緊張 緊張 如果僱怨 不開心會不會影響我們為主所做的呢 會 譬如有一個人很簡單 兩個人分享信息 一個人是成立充滿喜樂瓶 覺得真的好了 我為主做了很多事 就算有些人不接受幫助 我都是做了 我都是祝福他的 但另一個人一邊講信息或分享者 我說這麼多次 你們都是不聽話 我的心真的很急 很猛 做到好像那一刻很少 都是你們不好 你們都拖累了 當他有這個心的時候 他的外心會怎樣呢 還有他的表現會怎樣呢 不舒服 很緊張 他會負面 和他會辛苦 和他會累 Burn up Burn up 不想做了 已經不想做了 想放棄了 但如果一個人經常都說 我做任何小事 就算他接不接受 這個很緊要 他接不接受也好 我都是做神的功 神都起業 並且是永遠傳流的 其實我們不需要每次說 我現在又做了一件事 這裡有多顆星 就是找人 黑輝又多顆 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不需要這樣去想 但呢 是的而且一個神的紀念 我們不需要說我有多少功勞 但我們開心 我們今天一起聚集 我們一起 但牧師 呀我想問 我遇到的情況就是 他每一天 WhatsApp 我起碼50個 但九成都是苦水的 埋怨 他遇到的任何事物 總之一不好 即使不見了東西 都在不停埋怨 你一天50個 他的苦水是不停地拼下來 那怎樣處理呢 好 那我再加一波給你 你又說一說 你可以怎樣處理 繼續親近神 讓神光照我 以致我有能力去跟祂相處 是 OK 好 真正神非常好 還有沒有呢 有沒有想到其他方法 疏遠它一點點 好 我待會回應了 我會回應了 先幫我聽聽你說 我覺得兩樣東西 一個是處理內心 不給他言論 這個最重要 第二 我怎樣處理這個人 兩樣是分開的 我處理內心 就是我一定保持正面 有些甚麼方法保持正面 在神裡面 是的 在神裡面 還有不要吃甚麼呢 不要吃垃圾 就是祂那些東西我不要受落 就是祂做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不用受落 但是我心裡面一直都說 我為神做的 就是我總是加 給多些好東西自己吃 神的好東西就是 神起立我做的東西 神幫我 神祝福我 神想提升我 這個就是吃好東西 好了 這個就會保持我們的平安氣落 但是呢 我怎樣處理 每一個人不同的 如果有個人傳50個訊息 不斷地掃腐水 那我呢 又會交回那個波給他 不如你嘗試想一下 你想不想 當然我會問他 你不開心 有沒有影響你啊 有吧 是不是 那你想不想 活得平安氣落啊 你想不想改善啊 就是把波交給他 都引到他了 你想不走 那可以做甚麼 這些的輔導方法 我都說過的 全部都是新聞 那你可以做甚麼 你做不做到 好 有沒有火嚇 那他每一次再說的時候 我就說 好 我知道你辛苦 那你可以做甚麼呢 你可以怎樣做 那可能他說 我不知道怎樣做 那你說 好好 我給你一些提議好嗎 這樣 你可以簡單形容一下 這個人 形容一下 他到底是說甚麼負傷 就是那些人害他 因為他自己很苦惱 是甚麼問題 大約呢 他回到公司 如果他突然間有些特變 就是他是一個很硬軟的人 譬如突然加重他的負擔 譬如說 你的法律遲一個小時後 那你頂上去吧 他就開始來了 他就說 有沒有搞錯啊 禁工 譬如 為甚麼要我做多些啊 我要去廁所 怎樣 叫我坐在這裡 一個小時 這樣 這樣一直開始來了 OK 接著遇到第二件事 譬如別人問我 然後做保安 那些人問我 他新來這個場 他就說 你不認識的 有沒有搞錯啊 我想問那個店舖在哪裡 他就說 你自己看那個水牌吧 那些人就開始說他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竟然不認識 你怎樣做保安啊 然後他又來了 然後他就說 唉 沒有人知道他第一天上班 但是那些人就 預料他一定要知道的所有事情 那接著就埋怨他 OK 他就快點了 OK 就是說呢 增加工作壓力 工作份量 或者是有些人就批評 他就不開心了 那這個我們就 首先我們自己跟他拆解 我們的內心跟他拆解 他有加增工作壓力 那這件事我們可以怎樣處理呢 那這個 就是每一種情況 是有不同的智慧的 它是有方法可以處理到的 好似我用一個比喻 好似我那樣 我從早做到晚 但我從來都說 哎呀 我真的有很多事情做 你們不要搞我 我很多事情做 我做不完 你不要找我了 不需要不要找我 你發現我沒有這麼說話 其實我有很多事情做 我說 你又問我問題 就加徵我的壓力 加徵我的煩惱 我不會這樣 因為我做得歡喜 好了 你可以引導他 你做一個忠心 首先我問他 他是不是信耶穌 信耶穌 好了 你忠心做一個保安 神會不會喜歡呢 你做得喜樂 對人有幫助 可能有機會可以 有些人會了解一下 跟你聊聊天 為何你這麼平安開心 你可以有機會傳副音 但如果做得很猛憎 哎呀 我又要做多些事情 那就好 做得很辛苦 就不能夠榮辰 也都自己很辛苦 其實那個心態而已 那個心態 就是是不是辛苦到 哇 壓得不得了 真是 我兩看的 一種情況真是 舉動規劃樓是超乎人能夠做得到的 這樣的時候 他都可以跟上司 或者公司說 譬如他要做保安 又要清潔那裏的多少東西 這裏要整理好多少東西 那裏預備甚麼開會 剛剛整理好 我真的做不切 我只是做到這麼多而已 那他可以跟上司談的 就是這些可以 找一個方法 那他談的時候也都 很多人就是這樣的 總是帶著情緒 就是 啊 我搞錯啊 這麼多東西要做 這個就是他的處理方法 因為他有個 謊話在他心中 處理問題就要發怒 就要爆炸 但這個方法是不好的 因為那些人就會覺得你很煩 未必聽他說的 但是他只是用一個平和的方法 就說我做到這麼多 我真的做不到 即是不能我做得了 那他可以 就是大家談那個工作份 然後跟著就是 他處理內心了 我做得樂意 開心做 神喜悅的 我做得 即是我們不只是說 傳福音神才喜悅的 我們活出平安喜樂 神都喜悅的 我整個工作 我都是榮耀神 神喜悅的 我 人家看到 他都可以這樣 我不知道 方不方便 戴個十字架 不過他那時候 我不要戴著 因為他現在很保證 但如果他平安喜樂 他戴十字架 有些人說 你信耶穌嗎 你告訴我 為何你這麼平安 那他是有機會去作弊症的 所以是很兩體的 即是他怎樣看 怎樣處理工作糧 處理人的批評 那如果有人批評的時候 那他第一可以說對不起 對不起 我都是新來的 我未認識了 他解釋了 因為通常人都不會說 哇你 即是 你怎麼搞錯啊 即是 如果他解釋了 我是新來的 那他 亦都可以用一個方法說 怎樣的方法說呢 譬如那個不好的方法就是 你不懂得看的嗎 就拍在那裏 你自己看吧 這個方法是 人家都會生氣的 他就會 即是這個就會 他生氣 人家就生氣了 但如果他說 對不起我剛剛新來的 我還未認識的 那麻煩你去那裏看看 你看看那裏 到底怎樣說 他不懂 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看看怎樣 這就是一個 一個好的態度 當他這樣的時候 他都會開心一點 問題就問他 你想不想做得開心 還有做得實喜悅 所以有些教導 用回這個經驗來告訴他 你榮耀神 你日日平安喜樂 你將來你就有這個 光明結白的世蠻一樣 是永遠傳流的 你有機會傳夫 都是永遠傳流的 這就是處理他的問題 當我又吐腐水 我又問他 這個問題你可以怎樣處理 這樣 這個就是 即是交個波給他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他有時傳一些無謂的訊息 有些人他又很喜歡傳 有些人家的那些訊息 有些不關他事的事 就不想甚麼都傳 我通常都告訴他 我說請你 我樂意幫助你 不過有些無關的訊息 即其他人的訊息 我就請你不要傳我 因為我工作很忙的 他不是傳人家的訊息 但他每一天發生的所有事都說 因為他先當死了 然後很多時他就會 放在我身上 甚麼都跟我說 所以他的細節 即是他的同事 A 同事 B 同事 C 都會適合的 他又不停地說 是的 這個呢 有時有個界線 這個界線是由你開始 你設定了 你一直跟著那個界線 他就會跟著那個界線 或者會一直越來越壓迫你 我們沒有責任 以及沒有能力 去幫每一個人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說 他每日預見的十個人 他所有的事都報告 給我聽 我每件事都回應他 我真是 我們沒有那樣的能力 幫到那麼多個人 但是我們可以教他的原則 因為他當了你是甚麼呢 另一方面是一個 水泡 水泡 輔導者 但也都變成你是他唯一的朋友 即是可以教的朋友 因為他沒有朋友 所以我們幫他 怎樣跟人建立關係 讓他可以有其他人溝通 而亦都可以跟他反思一件事 你的溝通盡都是講你的腐水 那些人會怎樣反應呢 如果有個人經常找你 都是說我有甚麼 很多困難 很多困難 每天都是跟你講很多困難 那你會覺得怎樣 我們都跟他表達 我願意幫你的 不過你都反思 你的生命你想起落的時候 你只是把你的腐水泡出來 對我來說 我真是沒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這樣去處理 那不如你學習去處理 也都學習怎樣呢 你處理了 你分享給別人聽 我今天處理了 我分享我有成長了 人家都會有鼓勵的 而不是說我現在又很慘 我又很慘了 那這個就是把那個波交給他 那你需要多認識朋友 你覺得你跟朋友之間的問題在哪裏 他經常都是 就是讓他知道 你發的訊息 都是講你的困難 你的朋友是否都會跟你疏遠 你想一下 那這個就是交給他 亦都是幫他成長 亦都領了小利方法 他說你講完那麼多 他都不做 照樣又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選擇性回應 即是我們沒有責任 他每一個訊息我全部回應 這個是我們沒有責任的 我們亦都可以有方法 即是交一波給他 好了 你困難你不如想一下怎樣做 你告訴我你怎樣做先 我可以這樣給他公告他 我給你一些指示 如果有人這樣可以怎樣做 譬如說 有人這樣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那我們可以怎樣處理呢 我們不要吃他的垃圾 我們放手 我們牽撐人神有得力 那你可不可以 你告訴我 你遇到困難怎樣處理 將我的波交給他 而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都是這樣的心態 就是至於我今天要幫他 雖然他不是很受落 不過我這樣做 神都是喜悅的 那我們就受 我們就正面 我們不要因為他的苦水 變成我們滿有苦水 我們就慘了 其實我有不同的人都向我套苦水 不過我會定一個界線 我會引導他 我想你聽聽你說 你可以做些什麼 你有沒有做到 你想我神歡喜你 這樣的時候 和我欣賞他 他一改善 你可以這樣做 他一做我立即讚他 你這樣做很好 你有進步了 神歡喜你 我也欣賞你 他知道這樣做得對 他會努力做多些 明白 OK 大家聽到有沒有什麼回應 當你聽到這樣的時候 會試 會試 因為有時我跟他說 我說不要再說了 你這些 法庭這樣說人 我說說話有能力的 我只能跟他這樣說 但我講完之後 是沒有作用的 他繼續是這樣 是 他真的說 他真的有影響著他的 所以他的答案 是他一定要處理 你可以怎樣處理 所以我始終問他 他不處理 他不說也不是好 他不處理 他每天都捱住 他又爆 對 他要處理 然後他能夠有些進步 他告訴你 這個就會有正面的出來 所以這個是需要 輔導引導的去處理 明白 OK 好 好 我們又看這個經文 這裡說的唯有我 是要安慰你們的 受了多少苦 都好 多少人租了你 不要緊 神會安慰我 你是誰竟怕了 必死的人 怕了要變如草 世人 即是世人 其實他們都會死 都會變到好像草 有什麼都過去了 但是有些人說 他都未死 他還有排死 可能他比我更長 他真的在做些事 令我很害怕 我想問大家 我可以怎樣處理 可以用第四處的經文 可以一起用這些經文去處理 他又未死 他又害我 他又說一些不好的事 我可以怎樣處理 人能把我弄藥 是的 那我又反思這句說話 有些人幫助我 那些不具法 人能把我弄藥 有沒有事 有些人真的 某程度害到我們 某程度 他害到些什麼 然後害不到些什麼 我怎樣可以不讓他害 這一點很重要 我怎樣不讓他害 他害到些什麼 他可能會 他做的事會影響心情 但是他不會對生命有威脅 他可能會對生命有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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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plicate cat 有 他要掌 jej оч 對 那我怎樣可以保持這種平安 他來擋藥 你牽跟神 對了 還有呢 非常重要 他做的事,我們分辨是否合理,我有沒有做錯,我有做錯我認錯,我可以改善,但我沒有做錯,他傷害我了 有些人是刻意傷害我,我不用跟他辯駁,我們不能辯駁,但我只是做甚麼呢?我知道不是我過錯的時候,我不用受論,有些人是可以跟他談的,怎樣談呢? 你說我這樣,我想聽我做錯的事,你告訴我吧,總之我們有些智慧的說話,用溫和的方法去詢問他,這件事是否我的責任,因為別人的責任呢? 我們可以怎樣處理呢?就算有些人,他不是賴我們,他賴別人,不過他有力,我經常埋怨, 我們都可以問他,我們可以怎樣處理呢?是否繼續這樣,猛暗給他影響呢? 因為很多人的心態就是這樣的,有人對我不好,我就餓我餓我餓我餓,猛暗說不好的東西,他就認為是抒發感情, 不過,其實他是將那些負面感情循環,recycle,不斷在裡面,重複,回來回去,不斷回來回去,其實他是很慘的, 他是可以另一個方法處理,就是化解,化解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一個人有做錯,有甚麼我可以做去處理,我怎樣不受影響,不是我責任,我不用背上身, 如果他是不公平對待,我們可以找正確的途徑去處理,有時處理不到,真的有些做工都有處理不到的, 我們就算吃虧就算了,做多些不死得,這種心態,做多些不死得,我只做到我能夠做, 有些人會覺得很不值,我們都可以這樣,當他不斷加增一些工作量給我們,而不是我們應該做的, 這件事我們可以跟上司談,或者跟那個人談,我願意幫你, 不過似乎你給了好多事情我做,都是你的責任,用一個溫和的方法跟他談, 他始終都不肯接受的時候,其實很難的老師,當一個人覺得身體不公平的時候, 他很想不停解釋給別人說,一旦他就有些情緒,所以他永遠都沒有犯罪, 對我跟上司溝通,是的,但這個問題就是,因為他是這樣, 他很多人信的信念,不公平我就要發怒,就要爆,就要情緒化, 問題是我們是否都是這樣想,我們這樣想,我們這個光明結白的世話衣, 就會打折扣,我們的生命本來我們可以去到一個平安喜樂, 我再用一個例子,兩個信徒,兩個同樣在公司有很多困難, 不過一個始終親近神又不吃垃圾,活得平安喜樂, 回來教會都是祝福人,另一個回來套苦水, 不斷地打折扣,不斷地打折扣,這兩個人誰彰顯實老人要呢, 所以我們的光明結白世話也都是我們的平安喜樂, 不只是我做甚麼,不只是在教堂參加了師父, 我的平安喜樂都是我的部份,所以就算不公平,受了它算, 就算了,就好像有時我都額外幫人,可以說都不是我責任, 那人是另一個教堂的,我又不是拔他來我教堂, 不過他找我,我照幫他,我只是想祝福他, 那我不覺得是吃虧,因為神喜悅,其實宗教會, 我們一定不會搶養,宗教會都是同一教會來的, 在耶穌的觀念,叫祂的兒女都合一, 就是神想人合一的,不是好像分清, 你是第一個教堂,你找牧師,你不要找我了, 我覺得神不是想是這樣,寶羅都說到, 有弟兄,我們拆在你那裏,你接待他, 所以這都是一個弟兄姊妹,同一家人來的, 不是一個好像你有你,我有我這樣的心態, 但因為我們的錯誤觀念在心裏面, 有個錯誤觀念是甚麼呢, 人家對我不好,我就總有苦水, 我會盡快留意苦水,我會盡快清理, 我不會留他在這裏, 我立即會說,這個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有苦水的, 這個是一個思想完全的改變, 那我們就平安起來了, 好,這裡講到就是不用怕的人, 就算他有事欺負我, 其實他比我慘, 我試過一次,因為我作為牧師, 當時那人騙我不是作為牧師的, 我就在街上有一個人走, 他就說,我現在沒有錢, 我要回家,要些錢,乘車回家, 我就給了他,一個人很斯文, 然後我後來回家, 咦,他又問另一個人, 就是他騙人,但我在想, 其實他很慘,因為他騙人, 他有騙過牧師, 因為得罪你們,當然是得罪基督, 好慘的他, 我就不會說, 其實我損失他, 都不算得什麼, 神給了我, 有些人傷害我, 有些人真的會得罪人, 會傷害人, 其實他比我慘, 所以我不會覺得我慘過他, 我不會覺得我慘過他, 我覺得神會給我, 我有平安喜樂, 總之我不將他做的事放在心上, 我讚你神, 我有喜樂平安, 神又和我一起, 神又欣賞我, 我不受他的垃圾, 神又灰理我, 在神眼中, 這是一個好行為, 就是我不食人的垃圾, 我不受人影響, 保持平安喜樂, 是一個好行為, 就算我們不是馬上做到這些人, 但我是向自己的目標去, 就是每逢有人傷害我, 我不需要覺得他真的傷害到我, 就算有時, 有些很極端的例子, 真的有人搶了我們的錢, 騙了我們的錢, 或者甚至有時, 真的對身體的傷害, 或者甚至有人令到我們失了份工, 我們就說, 神, 祝福愛他的人, 信他的人,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但其實很少人真的會搶了我們的工, 或是我們炒魷魚的, 但真的發生這種事, 我們都不需要覺得, 死了死了死了, 我沒有這些東西了, OK, 接著講到神的本質和能力, 在十三節那裡, 王記鋪張諸天, 立定地基, 創造你的優惠, 好, 這三句講到神, 有些什麼, 屬性和恩典能力? 他是創造者, 嗯哼, OK, 他有些什麼, 本身的屬性呢? 他是一個設計師, 是的, 設計師, 即是他本身有這個設計的能力, 這個就是他本質的屬性, 還有呢? 還有呢? 這個創造者的那個本質, 無所不能, 無所不能, 沒錯, 為何我們要發掘他的本質呢? 我們就知道, 他能夠創造這麼偉大的事, 即是他什麼都做到, 這個就是發掘神屬性的好處, 我們就會很欣賞神的, 神你真是很厲害的, 你能夠鋪張諸天, 立定地基, 你沒有能力, 沒有計劃, 哦, 即是他不是, 譬如說, 整間房, 都要有計劃, 何況宇宙, 因為那些星球, 如果被那些白龍撞, 很不行, 但是神真是設計地球, 這個宇宙是真是很奇妙的, 即是他有智慧設計, 他有美感, 他又有愛心, 因為他做這些一切, 是為了人的美好, 你想想, 如果完全, 天神無星無月亮, 晚上是全部黑了, 其實都幾困難, 如果全部都黑了, 但是自然界系, 即是很多東西都是非常好的, 空氣一樣東西都是對我們人最好的, 食物一樣都對我們最好的, 就是神有愛心, 有智慧, 有能力, 這樣的時候, 自然他凡事都能, 所以我就不用擔心了, 有欣欺壓者同流毀滅, 要發脚暴露, 整天害怕, 這個效果, 怕了, 很害怕了, 其實那欺壓者的暴露在哪裏, 其實他的怒氣, 去到哪裏做到什麽呢, 神一定會保守的, 即是我們看到, 其實這些人, 神不喜歡, 神會難阻, 神會祝福我們, 而很重要呢, 路加六章四十五席, 就是這個, 我們的生命去到什麽位, 我們一起讀一下, 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 就發出惡來, 因為心裏所充滿的, 口裏就說出來, 即是這個根源, 我們生命的, 那個質素的改變, 的根源是怎樣呢, 怎樣有這個根源呢, 怎樣有這種, 生命的源頭在哪裏呢, 究竟是裝垃圾, 還是裝神呢, 是啦, 裏面裝了垃圾, 還是裝了神的恩典, 華語, 神的愛, 神的同在呢, 當一個人裝滿神的平安喜樂, 和神負責一切的時候, 他就會出些什麽呢, 善, 還有呢, 最後說什麽呢, 所充滿的有說出來, 是啦, 即是裝滿什麽, 他就說什麽了, 如果一個人裝滿苦水, 他怎麽都辦不到, 是充滿喜樂的, 即是如果一個人, 說什麽都是正面的, 平安喜樂的, 他裏面是真的有平安喜樂, 他如果裏面有苦水, 他內中都會抖一句出來的, 他修得好靚都好, 修得好好的都好, 他內中會抖一句出來的, 也即是說, 我們修不完的, 首先就是我們有神的同在, 神的愛, 深信神很愛我們, 經常都深信神很愛我們, 並且呢, 深信沒有人能夠對我們有真正的傷害, 所以那些苦水全部都不受落, 自然的生命就流露出, 平安喜樂, 人都會看到, 感受到的, 為什麽感受到呢? 善人對人好, 人是感覺到的, 誰真心好是感覺到的, 他真心好, 他真是持續好的, 就算有時這樣, 譬如有A軍, 他經常對人好, B軍, 他會發現, 咦, 有時有些人傷害他, 他都這麽好, 有些人低樓, 他都這麽好, 他受完一些苦難, 他都這麽好, 他就看到A是恒狗的良善, 但如果他當他發覺, 咦, 有個人讚他, 認同他, 他就很好, 但有人一攻擊他, 一反對他, 他發爛雜了, 臉都紅了, 很大的反應, 他知道他裏面是處理不到,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熟人生命, 怎麽能夠真是說, 結出這個仁義的果子, 是時時都是平安喜樂, 時時都是不受人影響, 結果呢, 它是有光明結白的世華煙, 那這個呢, 我們就去處理了, 即是我生命中, 我們想回, 哪個人跟我相處, 令我激氣, 我怎麽相處, 我怎麽跟他處理, 這個是需要學習的, 有些人如果真的每天都發五十個訊息, 我可以跟他說, 我想聽下你說下你怎麽處理, 那你這樣不斷發訊息, 其實你裏面都有很多苦水, 那首先其實我們幫他的, 幫他怎麽處理苦水, 怎麽又平安喜樂, 可能他的心懷疑, 即是你講, 他丈夫死了, 所以他的心, 他覺得他自己, 什麽都好像都沒有, 那他怎麽可以從神得力呢, 那這個就是他, 需要得力的方法, 那你都可以跟他說下, 我會想他做, 因爲那些人在想他做的, 都反正變得很正面, 因爲很多日都有, 經常都可以去討論聖經, 那些人都變得正面, 那他可以在那裏學到正面的思想, 那他人就改變了, 即我們不只是他, 你不要發那麽多, 因爲這個只是禁制他, 禁制他醫不了他, 他始終醫是要他裏面學到, 從神得力和他處理垃圾。 好, 在這個時候, 我問大家, 那, 有無些, 譬如你覺得, 個人覺得, 我很難處理的事, 可以怎麽處理呢, 即是你曾經處理到, 你又可以說, 我怎麽處理到, 即是可以是正面的, 亦都可以信問, 怎麽處理呢, 我曾經試過, 愛他, 即是不包容他, 即是, 我都跟他說過, 其實耶穌很愛你的, 即是在你遇到, 其實你看到那些不好的事, 但我數到那些好事給他聽, 接著他是安靜的, 我說, 還有, 我跟你說, 因爲我愛你, 我才跟你說, 那他是一段時間好一點的, 即是很明顯地, 即是當我用愛, 我告訴你, 即是這樣去處理, 那你才會好一點, 那他是感受到的, 是, 非常好, 這個就是正面, 我們的正面, 應該要愛他, 都是需要正能量的, 並且放下苦水, 才能夠有正能量去愛他, 是, 是, 嗯, 那我, 以前, 公私人, 那一刻很差, 然後, 學了耶穌斯理那些, 因爲我不會跟別人溝通, 學了耶穌斯理那些, 輔導啊,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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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何, 慢慢地跟別人聊天, 有共鳴, 即是, 他說完, 我能夠即時回應到他的感受, 接著, 他就覺得我好像很明白他, 是, 公私人才關係好, 好多, 嘗試都是Patio寫說, 我人才關係好, 嗯, 感謝主, 欣賞你的改變, 這個很特別的, 非常好, 真是, 因爲我看著你, 過程成長, 我覺得是非常美好的一事, 即是, 真是有方法可以處理到的, 我們身邊就能夠成長, 我自己是很留意我裏面任何一件事, 我發現我裏面有這麼多不好的事, 我立刻會處理, 因爲我經常都看平安炸你感恩的心, 我經常都在這種狀態, 當我發現, 咦, 我有些事不舒服, 不開心, 不喜歡, 我立刻就會處理它分別, 這個就是我的習慣, 因爲我不會容許一些垃圾留在心裏面, 所以, 希望大家留意這件事, 亦都在我們幫人的時候, 我們發現對方有些什麽問題, 我們都不要讓我們的苦水流出來, 爲什麽呢, 他就會收到兩種水, 我們幫一個人, 他會收到, 你有時幫我很好, 不過內中你就凳句東西給我彈一下, 這件事是我們真的留意的, 我們凳一句東西給他彈一下, 我們凳一句東西給他彈一下, 我們就覺得, 哇, 這樣就公平了, 你這麽多不好食物我吃, 我都給他一句話彈, 不過呢, 是造成一個很大的… 可能更加傷害, 是啊,更加傷害, 因爲我們愛他這麽多, 但現在整個句話彈, 還有他覺得, 懷疑我們, 到底你是什麽人, 爲什麽你會做這些事呢, 亦都難了他的成長。 嗯, 嗯, 我也試過的, 即是同一個人, 他有時說完, 過了一天又說同一個話彈, 即是, 即是, 我就沒有什麽耐性, 那有時我說, 我可以說了第二次, 說了第三次, 不用再說, 那其實, 原來他覺得我傷害他的, 那, 跟著我說, 你已經傳給我, 你還說了幾次, 即是, 我就覺得, 頂不住, 但是, 我是知道他不舒服的, 所以, 有時他都說, 你有時說我, 躲牆是, 這樣, 是, 因為他期望你幫他, 但是, 有時你的反應, 他又, 以後他不是他預期的反應, 所以, 他就覺得失望, 是, 但我幫不到他, 這樣公消一些事, 是, 那我想說一下, 那些說話怎麽樣分別, 你已經說了很多次, 你經常吐苦水, 另外一種說話, 你試試反思可以做什麽, 兩個說話的分別在哪裏, 反思做什麽, 是你可以做什麽, 你怎麽可以處理, 耶穌可以怎麽幫你, 這個是正義的, 負面, 你做了很多次, 吐了苦水很多次, 你很多負面, 這就是批判, 大部份時間是會產生副作用的, 所以, 我們就留意, 咦, 我有些負面的事, 我一定留意, 即是, 那些說話, 未講之前, 真的要想一下, 我怎麽跟他說, 是會令到他好些, 是方格好些, 但如果我跟他說, 那你可以做什麽, 我怎麽做, 那你便說, 我可以告訴你, 做什麽, 還有, 你告訴他做什麽, 是正面的, 你可以想一下耶穌, 你可以放下這些, 這是正面的, 即是, 說他錯的, 是負面的, 我不是說, 不可以說是錯, 不過我說, 你用一個方法, 你可不可以, 嘗試一下, 內心處理, 那用一個正面的行動, 好過, 繼續告訴他, 你講好多次了, 你再講, 你還講, 那這個, 他不會更有動力的, 我們可以讓他知道這件事, 但知道的方法就是, 我發現你繼續, 即是, 講一個事實, 我發現你繼續, 這樣講些問題, 不如你想一下怎麽做, 這個都是正面的, 但如果你說, 你經常講, 那你只是一個副演的, 批判你, 那我們就留意批判的說話, 或者講他的動機, 即是動機, 即是說, 你想怎樣, 你想令我不開心, 你想怎樣怎樣, 即是, 你想想一些不好的東西, 你又很生氣人, 那這些, 即是我們一句都不出, 但譬如他真的生氣人, 那我們就會問他, 你覺得你對人的心態是怎樣, 你覺得可不可以調教, 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留意我們的說話, 所以這個是柔和, 講律法的說話, 即是我們需要講律法的說話, 我們應該這麼多講恩典的說話, 神愛你的, 神幫助你的, 我都願意幫助你, 這些是恩典, 即是我想幫你, 但律法的說話都需要講, 即是他需要做什麽, 不過方法就不是說你做錯什麽, 而是說你可以怎樣做, 那教導都是正面, 不過教導我們都是用柔和的方法, 其實最好用詢問的方法就是柔和, 你覺得你可以怎樣做改善呢, 如果你們有這些, 你可以繼續問我的, 即是我想過很多這些方面, 我經常都要想的, 即是有個人這樣說, 有時我是跟我太太商量的, 有個人這樣說我怎樣處理呢, 有時我都會跟他商量, 有兩個人的智慧是會更加好的, 即是同一個智慧的人, 如果同一個不智慧的人, 他當然會說你罵他, 那我有時聽他的說話就跟著做, 這個是神不喜歡的, 但譬如我叫他靠著耶穌, 你不要剃這些垃圾, 那他們說很難的, 即他不停地在這裏有他的藉口, 和他是不願聽人說的, 他說有分靈性上面和事情處理上, 即是我們靈性上是說靠耶穌, 但事情上都要幫他解決那個問題, 對,兩個要分開, 還有我們要分開, 你依靠耶穌, 跟耶穌有方法幫你的, 耶穌可以給力量你的, 這兩套, 一個就是恩典一個律法, 為何我會這麼留意, 因為我們那時候讀神, 我要分開律法和福音, 分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一聽人那一聽, 我立刻就知道他是講律法和福音, 你依靠耶穌, 是吩咐律法, 我就会说耶稣想帮你的 我们亲人耶稣就很喜欢的 耶稣就一定帮你 我们一起祈祷 有时有些人说我很多东西 不如我们一起祈祷求主给我们平方 这也是一个方法 帮那个人去学到如何亲近神得力 我们分到了 我现在吩咐他 吩咐他有时是可以 但是最好都是用恩典推动 我们有烦恼 耶稣你帮我 神就很喜欢的 总是用恩典推动 神很喜欢的 神一定会回应的 好 我们一起祈祷 至于给我们智慧聪明 亦都给我们平方的心 让我们善人 和我们心里所存的善入 发出善来 多谢天父 天父你真好 因为你是充满怜悯恩典 慈爱能力的神 你凡事都能 你都凡事想帮我们 好 至于帮助我们的心 处理我们的内心世界 帮助我们不要受到苦水 帮我们装满神的平安起来 恩典 智慧能力 帮我们在生命里面 生命里头真是善入 从我们心中所存的事 发出善来 让我们装满神的良善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爱 神你真是美好的 神你真是美善的 我们看到你的恩典 看到你的大能 我们就可以放心放手 我们就不会背着人的问题 主 安慰我们的心 亦都给我们知道 我们有帮助人的 神是喜悦的 神是欣赏的 神会赏的 我们也都追求 更加有智慧 聪明和爱心的方法 去帮助人 主与我们同在 多谢天父 暂议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荣耀归给主 有耶稣真好 只不过我们得性有余 并且知道 我们为耶稣做什么 都是永存的 都是我们将来的 这个结白 光明结白的世面 多谢天父 暂议天父 感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圣命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同行在天上 我们愿意的饮食 今日事给我们 愿我们的债 愿我们愿意的债 不叫我们如见事陷 救我们退离空落 因为国度权并 荣耀全是理的 直到永远 哈利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词 或圣灵的感动上 愿我们每一个同在 加力给我们 致让我们聪明智慧 面对一切困难 致让我们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 不受恶人影响 不受一些烦恶的人影响 而是能够将恩典带给更多人 主耶稣和我们一起 祝福我们从今次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